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监控中的诡异行踪 凌晨三点亮起的灯光 蹊跷的失踪背后 是意外的发生 还是人为的灾难 今日敬请收看 格力传奇故事之 华向深渊的暗夜 修其善则为善人 修其恶则为恶人 意思就是说 人性当中善恶并存 关键就在于 你是选择发展善的方面 还是发展恶的方面 在我们今天要说的 这个事情里头 就有这么一个人 他曾经也面对着 善恶的抉择 那么他的选择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事情是发生在 江西省赣州市的信封县 2014年11月7号的晚上 下了雨 有一位名叫李玉兰的老太太 突然射中了 据李玉兰的老伴说呢 李玉兰平时在离家 不足一公里外的地方做工 每晚都会在八点半之前 准时到家 可是那天晚上 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一夜过去了 李玉兰却还是没有回来 一百多号人从白天找到晚上 从县城的大马路上 找到附近的山林 可是李玉兰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消息 他究竟去哪了呢 就在大家都照着和尚 摸不着头脑的时候 李玉兰的家人呢 却突然看到了一样东西 这是一只不起眼的手电筒 是李玉兰每天都会随身携带的东西 可是如今呢 他却孤零零地掉在了 李玉兰回家的必经之路上 此情此情 让李玉兰的家人意识到 大事不好了 李玉兰的家人马上就报了案 接到报案之后 警察对这件事情也很重视 从发现手电筒的这个位置来看的 李玉兰应该是在前一天晚上的 八点十分左右 经过了这个地点 可是他为什么会把手电筒掉在地上呢 由于事发力周围并没有监控探头 无法记录下当时的情形 警察呢就只好在周边开始了走法 听到这个外面 一声好响 我听到一声响 我就跑出去来看 是什么声音 好像被什么碰撞的声音 我就听到一个拉银筒响 根据目击者的描述 果然在距离手电筒掉落处不足半米远的地方 警察发现了一个垃圾桶 透气一看 在这个垃圾桶的上面呢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痕迹 垃圾桶上面呢 有白人色的那个欺骗 也就是说 肯定有一个白色的车子 碰撞了这个垃圾桶 很有可能是有个交通室 李玉兰很可能是遭遇了车祸 在做出了这个推断之后 警察的心情呢 也多了几分急切 如果事情果真如推断的那样 李玉兰的伤情如何 有没有被人造成二次伤害 这些都是人命关天的大问题 那么怎么才能找得到李玉兰呢 幸运的是 在走访的过程当中 有目击群众表示 他们曾经目击过事情发生的一部分过程 目击群众表示 把李玉兰抱上车的驾驶员呢 是一名男子 当时他开的似乎是一辆 四门六座的白色小货车 在事发地点短暂停留之后 这个车呢 就往县城的方向开过去了 这无疑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确定了车辆特征和行车方向 接下来警察迅速就调取了 这个方向上 离事发地点最近的一个监控视频 在事故发生地 板前 上进一个工艺的地方 我们有个探头嘛 然后就是查找这个时段的 就是前后一个小时 所有经过的白色的小货车 足量足量的排查 对着监控视频找了半天 警察心里的疑问呢 却渐渐的大了起来 他们发现在这个确定的时间段里头 竟然根本就没有符合条件的 这个四门六座的白色小货车出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后来经过再一次的询问 警察终于弄清楚了 原来当年晚上事发的时候呢 目击证人和事发地点之间 还隔着二三十米的距离 再加上天黑下雨 很可能会出现视觉的误差 他所谓的四门就是说 是不是可能是两个门 先把车子有几个门 这个问题抛在一边 可以肯定的是 嫌疑车辆是一辆白色的小货车 而在扩大了搜索范围之后 线索果然就出现了 在警方调取的这段监控视频里头 恰好有一辆两门的白色小货车经过 经过仔细辨别 在这辆车的身上 还有一个特别细微的特征 车头右侧 它有一个反弯点 就是如果仔细看 反复看几遍的 就应该说是一个凹陷 右侧车头有凹陷 这说明这辆车以前发生过撞击 再加上前面目击证人的描述 警方推断 这辆车很可能就是肇事车辆 好目标已经锁定了 接下来就是如何找到这辆车了 虽然监控探头已经拍下了 这辆白色小货车 但因为当时时的下雨 画面十分模糊 仅仅依靠监控视频 警察并不能分辨出车牌号 那要怎么办呢 通过追踪小货车的行车轨迹 警察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我们就重点拍下这辆车 它转弯以后 往的那个方向 就是我们幸福区人民医院 调取了这个人民医院门口的监控 这个车子呢 就当时是20时17分 就驶入了这个人民医院 或者司机是要把李玉兰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吗 而经过调查 结果却让人感到有些迷茫 根本就没有都院的嫉妒 而且是这个120那个救护车 也没有出过诊 车子明明已经开进了医院 司机为什么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呢 那他去医院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还是说警察从一开始就找出了目标 根据监控视频反映的情况 事情变得更加令人疑惑了 这车子开进去以后 车子就马上熄了火 熄火以后 这个车子就一直停在那里 那么总共看完这个 他停留了12分钟 停了12分钟 这12分钟 也没有人从这个医院 往这个车子方向走 也没看到这个有驾驶员 或者有车上的人 往医院方向走 这整整12分钟的时间里头 究竟发生了什么不为人质的事情 这个暂时还不得而知 不过就在12分钟之后 也就是8点29分的时候 嫌疑车辆却驶出了医院 在经过医院门口的减速带的时候 这辆小火车表现十分反常 而且这个车子走的时候 走得比较匆忙 他车子经过那个时候 他的后前前排的时候 抖动那么就不太明显 那么他后后轮通过那个位置的时候 车子摆动特别大 货车司机匆忙的离开了医院 简直就像是逃离着什么一样 根据多年的办案经验 警察认为如果李玉兰是轻伤 小火车司机大可不必如此慌张 而当时他却几乎是夺路而逃 这很有可能说明 李玉兰的伤势并不乐观 再加上小火车司机逃走时的一路的颠簸 必然会加重伤情 事关生死 寻找这辆白色小火车 可不容缓 那么这辆白色小火车 接下来又到哪里去了呢 就在警察准备顺着监控视频 继续涨下去的时候 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意外发生了 这辆白色小火车 竟然从监控视频中消失了 但是到了县城的一个路口的时候 因为这个路段没有监控了 就失去它的踪影 顺限追踪失去了方向 白色小火车的去向就成了一个迷 这无疑加大了破案的难度 不过警察呢也没有灰心 他们反复梳理了仅有的几段监控视频 试图从当中呢 找到一些小火车上比较明显的特征 它这个车子的这个顶端 富兰这里 它有两个黑色的点 我们经过反复的比对啊 应该是打了两个绳结 一般的车子是没有这个绳结的 除了车子顶端的两个绳结 警察还发现在小货车的这个车头里 还堆放了一些小梯子和板材之类的装修工具 那么我们分析 有没有可能就是搞专修的这种小货车 拉货的小货车 根据车上堆放的物品 警察分析 这辆白色小货车呢 应该就是本地车辆 而事故的发生呢 也不像是有预谋的作案 如此看来 这辆车在县城里活动的次数 绝对不止这一次 在事故发生之前 小货车很有可能已经多次经过那个事发路段 这么一想呢 事情似乎有了一个柳暗花明的转机 你想啊 既然晚上的监控视频看不清楚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在白天的监控视频里头 能够发现这辆白色的小货车呢 围绕着海量的视频 警察们日夜不息的分头调看 果然就在事发当天的早上 一个路口的监控探头 捕捉到了一辆白色小货车的踪影 幸运的是 这个监控探头还拍下了一张司机的正面照片 通过路面信息的搜索 警方很快就锁定了这辆车的司机 就是对这个人进行我们进行外边的调查 就后面发现他是我们一个安息镇的一个居民 他长期在我们县城做那个专修 他有这个设置 经过调查白色小货车的这个车主叫袁学金 通过分析袁学金平日里的这个活动轨迹 警察发现袁学金经常会在县城的卡口处活动 可是自从11月7号事故发生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似乎已经蛰伏起来了 我们去了那个他老家调查 调查之后他是很少回家 11月7号马上他回来自家 根据村民们反映 11月8号凌晨3点钟左右 也就是事故发生的后半夜 寂静的村子里突然传来了嘈杂的狗叫声 随后一些被惊醒的村民发现 袁学金家里的这个灯亮了起来 经过当地派出所的密闭调查 警察了解到 袁学金回到家的时候呢 和平时不大一样 他没有穿鞋 滚了满身的泥水 脸上和手上还挂了彩 显得非常狼狈 事情发展到这 不管是袁学金本人还是他的小货车 都显得十分反常 特别是袁学金 他本来呢很少回老家 可是他事故当晚 他却偏偏回了家 除了这个 据袁学金的家人说呢 袁学金平时呢 都是住在县城苏兰的房子里 而这个房子的位置呢 说出来就更巧了 正是在事故发生地点 200米的范围之内 袁学金要开车出去的话 必然会经过事发地点 我们马上就进行补控 出动了40多号人 在各个街角相位 就蹲守 每个人手上都发了张他的照片 时间很快就到了 11月10号这一天 这个时候距离李玉兰失踪的 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天 所有人的这个心情都非常急切 而警察呢 更是已经不眠不休的 连续蹲守了20多个小时 可是在这段时间里头 袁学金呢 却连影子都没有出现过 难道他已经逃到外地去了吗 那么李玉兰现在又在何处呢 就在大家已经有些焦虑的时候 一个让人又惊又喜的巧合出现了 11月10号中午12点多钟 在一个路口 有一个步履匆匆 但又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了 警察不动声色的跟踪着 最终在一条巷子里头 这名神秘男子终于被警察控制了起来 面对突然到来的警察 袁学金似乎显得特别惊讶 他不停地问警察究竟为什么要抓他 可是这个时候他揣着明白装糊涂 还有用 最后袁学金被警察带回去进行了审讯 在近一小时的审讯当中呢 袁学金的表情明显有些慌乱 而且一直在哀声叹气 然而当警察问到那个雨夜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他却总是兜兜转转不肯交代自己的车 藏在了哪里 更是对李玉兰的去向绝口不提 看得出来 这个时候呢 袁学金还在进行着最后的富裕顽抗 不过有着多年行政经验的警察并没有放弃 他们继续追问 压缩着袁学金的这个思考时间 迫使他在惯性思维下 不得不从事招来 所以这次袁学金呢还在顾左右而言他 那始终不肯面对这起事故当中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时候距离事故的发生已经过去两天半了 如果一直无人施救 被赚的李玉兰已经凶多吉少 在这最后的关头 警察究竟能不能让袁学金吐露真言呢 李玉兰的这个下落又在哪里呢 当真相揭开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选择 正是这个选择 让那个犀利的底液更加显得冰冷无比 刚才我们说到 在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连续蹲守之后 警察终于抓到了袁学金 在审讯过程当中呢 袁学金承认 11月7号当晚 他确实撞倒了李玉兰 那么在这之后发生的事情呢 在警察的反复劝说之下 袁学金终于松了口 随着他的交代 一场夜幕掩盖下的罪恶 一点点的清晰起来了 那天又下雨 那喝了点酒呢 这个脑袋相对来说 就没有跟不过去 肯定有好大区别 这个不用说了 因为是酒后驾驶 所以这才撞了人 可是说到这里呢 撞人之后的袁学金 明明第一时间就开车去医院了 他为什么没有救助李玉兰 反而在十几分钟之后 又匆匆地离开了 我就想估计叫好严重呢 我估计他连说话都讲不 看着李玉兰痛苦的神情 袁学金说他一下子就蒙掉了 膝盖一软 就跪在了雨水横流的地上 天空下了大雨 可这冰冷的雨 并没有让袁学金的理智 清除起来 相反 他想起了自己是酒后肇事 想起了自己的车 已经过了保险期 还没有年检 更计算起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自己要赔偿对方多少损失 在那十二分钟里头脑子一团乱麻的 袁学金 想起了很多事情 可是他唯独没有考虑过 车子里已经失血休克的 李玉兰的生命 危在旦夕 也没有意识到 一条无辜的生命 如果断送在了自己的手里 将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实现一分一秒的过去 最终遗憾的是袁学金的自私和侥幸心理 还是战胜了善良 他残酷地放弃了为李玉兰谋求最后一线 生机的习惑 开门上车 多路而逃 他就想 又下大雨 我就感觉就跑过来去吧 反正没谁看见 因为车上带着一个重伤患者 袁学金并不敢直接回家 那要怎么办呢 很多时候人的恶意就像是潘德拉的盒子 一旦被打开了就是灾难性的后果 在侥幸和恐惧的共同作用之下 袁学金竟然恶向胆边生 做出了一个让人根本就无法原谅的选择 那个时候他就想到说要毁尸密尽 于是那天晚上从医院出来之后 袁学金就把重伤的李玉兰拉到了距离事发地点 四十多公里之外的荒山上 自以为消灭了所有的证据之后 他才一身狼狈的遣回到了老家 随后又躲进了县城的出租屋里 然而俗话说得好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袁学金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警察竟然会在短短的两天半的时间里 就找到了他 面对警察 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做了一个 多么愚蠢而又罪恶的选择 道歉要是有用的话 还要警察干嘛呢 学学金的一错再错 已经彻底恶化了案件的性质 眼泪挽救不了已经逝去的无辜的生命 再后悔也改变不了既定的结局 在案件调查记录之后 警察迅速开车到了袁学金指任的荒山 找到了李玉兰的尸首 与此同时 在袁学金乡下废弃的这个老房子周围 警察也找到了那辆被他藏匿的 肇事白色小货车 说到这里呢 整件事情终于真相大白了 只不过对于李玉兰的家人来说 这个真相实在是太过残酷 他们根本就无法接受 我一见到他我就在哭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绪 在哪里 在台湾那里 是这么一点点的 本来我妈好高的 和我差不多 我为什么没过 出事了 就这样 我就不知道这么想 晚上呢 我就不能睡觉 都生一样 跟狗一样 没有 一点都没有 能行为都没有 李玉兰家人的悲伤和愤怒 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也必须要得到一个应有的说法 2015年4月2号 江一省信封县人民法院呢 对这个案子进行了公开审理 通过对所有细节的条件核实 呃 法院认为 事故发生之后 袁学金本来呢 是有条件拨打110报案的 但是他却并没有这么做 这是他在事故发生之后 发现的第一个错误 袁学金把重山的李玉兰 抱上了车 随后还一路颠簸 这种不恰当的行为方式 更是加重了李玉兰的伤情 在把李玉兰送到医院之后 嗯 没有任何医学知识的袁学金 并没有让李玉兰得到及时的救治 反而主观一段 李玉兰已经死亡 这显然也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 至于之后 学学金为了掩盖罪行 埋尸灭迹 这更是大错特错 一般来说 在交通肇事案件当中 被害人得到了及时的抢救 但是因为抢救 无效死亡 跟肇事者不予救助 放任被害人死亡 这两种行为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因此在法院认为 无论是从法律层面 道德层面 还是情感层面 袁学金的行为都是极其恶劣 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 行为人在交通肇事以后 被掩盖罪行 毁虐证据 逃避法律追究 将被害人带入事故现场 以后隐藏 或者遗体 致使被害人 无法得到救助和死亡 以故意杀人队定罪处罚 事情的最后呢 法院宣布袁学金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机途径12年 剥夺政治权利2年 虽然袁学金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但是对于两个家庭来说 这件事情带来的 却是永远都无法愈合的伤痕 其实肇事之后 袁学金本来有很多利人利己的选择 可正是他的一错再错 才把整件事情推向了 无可挽回的后果 很多时候善恶只是一念之隔 可是一旦选择了恶 结果很可能就是无法想象的 那么要如何驱善必恶呢 也许孟子的一句话 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些启发 侧隐之心 人之端也 羞恶之心 意之端也 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常怀 侧隐之心 敬畏生命 常怀羞恶之心 意之私欲 也许很多追悔莫及的事情 就会有另外一种结局了 好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隔离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呢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各位观众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